好,有沒有看到我的畫面啊? 來,第二題 他要你查朱毅三的英文分數 所以主角就是人嘛 所以一開始的地步 針對學生的這個欄位 先在裡面隨便找一格點一下 哪一格都沒關係 就是不要停在標題上面 要記得 隨便底下找一格點一下 接著呢,找資料點一下 過來A到Z有沒有 由小到大 點一下 一瞬間啊,閃了一下 有沒有看到?孔之雲 有沒有 哦,在第一格了 這樣子代表我們現在的排序已經完成 完成之後 可以開始來做我們的查詢了 點到了 然後呢,朱毅三的英文分數 這一格 這樣子 好 然後呢,我們到公司裡面的 最近用過的LOOKUP 各位看一下 按確定 然後把功能表打開來 好,注意看哦 第一欄 你要嘛,就把朱毅三這三個字打進來 或者是 你去找到朱毅三的格子 格子,格子,格子,格子 這是朱毅三在哪邊 在這邊,這邊 這邊 點進來 哦,同學 不要鎖 不用鎖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等一下呢 公司附置下去 他就被改掉了啊 就換別人了啊 所以不必順 你把他這樣改了 第二欄 點一下 把人民的範圍選進來 這樣懂了哈 進來之後 鎖起來 因為我的公司要往下複製的關係 第三欄 點一下 要查英文嘛 所以到英文的範圍 標題都不要管他哦 從底下開始選 點一下 然後呢 到按住SHIT的鍵 再把下面點一下 因為範圍比較長 用拉的不好拉嗎 好 一樣 鎖起來 這樣會了哈 這樣的結果 就是呢 底下都鎖住 就不會跑掉了 等一下我們公司往下複製 就沒問題了 按確定 你要先確認好 你做的對不對哦 朱毅三的英文分數對過來 有沒有 57 沒有說吧 完成了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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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住右下角 拉下來 這個就好 因為呢 英文分數只要查這兩個 你拉下來 不是馬上去按插入函數呢 同學 你拉下來 是同時選到這兩個耶 聽懂嗎 所以你呢 點一下這個就好 我們要改的是這一個 點一下看 你才去打開啊 按一下插入函數 好 打開這個功能表啊 按確定 有沒有 那換哪裡 換第一個人啊 這個就在換誰了 對 唐文娟 所以這個第一欄呢 你就去把唐文娟選進來 有沒有看到 好啊 變到16了 哦 這樣才是正確的哈 確定 可以了 我看一下 是不是95分呢 英文對過來 哎果然是95分 沒錯啊 在這裡了 來交給各位 啊那麼頂下的固理都一樣 我們就不做了哈 要給各位把它完成 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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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